字幕提供 欸這獎盃超大的欸 我特別去訂做喔 你看這個高度 擺起來 155公分耶 這超高的 我今天還想說要不要找一個那個 看有沒有140 150的修過的來 他們就可以直接這樣拿著一個 比他們高的獎盃折進來 多帥啊 但是我跟你講 荒唐的不是我 荒唐的是這個 都什麼眉毛啦 你在幹嘛啦 怎麼樣 那個好好沒有沒有 各位我跟你講 今天是一個難得的時刻 因為那個我們都知道 我跟你講Jet的特性已經正式奪下 百罐了 沒有錯 說真的喔 這不容易 那因為那個 陳怡達他本身欠缺關愛 這個紀錄達成的時候他看到大家在那邊做宣傳啊 又出特試版啊 然後又訪問百罐選手啊 然後大家就鬧鬧鬧 他忽然覺得寂寞 因為他說他才是第一個冠軍 我真的是第一個冠軍啊 年度冠軍耶 不容易 大家都忘記要跟他敗球 沒有我跟你講 不容易重視沒有人自己想 但是那時候因為我有參加 他其實那時候沒有那麼得意 一開始說要拿Jet的車去比賽的時候 那也不是我們講的喔 車隊決定說我們來跟山羊合作的時候 他不高興 不高興 因為那個時候 已經第一站結束了 然後 快要到第二站的時候才開始動那個Jet的 然後我就覺得 人家在那時候才發表決定要比賽嘛 對 但作為選手我們當下覺得不太妥 這樣子 會贏嗎 所以 還差點跟老闆吵架 但後來就是決定 試著老闆的意思 就是他弄什麼 我騎什麼 我相信他 然後勒 然後也確實他騎起來真的蠻好騎的 雖然說一開始蠻不習慣的 因為他跟近戰操作是完全不太一樣的 對 但後來有起出一點心得 後來 就靠著車塊 老闆技術好 拿下年度冠軍 得到Jet車系的第一個 正式的冠軍 沒有錯 而且重點其實是 我們在弄車的時候 山羊其實也很 關注這個狀況 所以他會隨時跟我們去調整一些東西 然後到市售的時候 還會去做一點點的改款這樣子 所以是很重要的 因為以前其實車場有些都會參與啦 但是那時候我記得 山羊他們 蠻認真的 他常常來問 然後 重點是啊 因為現在大家都很習慣 忠俊我問你 你比賽的時候 那時候你 選 就是一開始比賽 練習的時候 你大概會選什麼車 場上有什麼車啦 勢力分布 場上的話 我那時候大概 現在借腿已經就三分之一了 剩下三分之一就是 YAMAHA YAMAHA的近戰車系 可是我跟你說啊 我當記者的時候 應該說從我比賽到退役那段時間 場上 近戰車系是絕對的大眾 我還記得有一期 下的賽車記點 我做報導 我有做統計資訊 那時候分了三組 也有C組 因為人太多 100多台車 近戰參賽的比例是 99% 99% 只有一台是那個三洋 他們那個車廂想說打個廣告 就推一台車出來 但是沒有競爭力 他就來玩了 是是是 其他全部都競爭 然後全組別你的 奪冠 就是獲勝機率 百分百的是競爭 可是後來三洋 要推出那個JET的時候 其實我 那時候你比賽嘛 其實我本來覺得他們來鬧 因為以前三洋也出過很多車有參加比賽啦 但是就出來亮個相 一陣子 就這樣 但是 那一次他們很認真之後 你看到現在 幾乎你要拿冠軍 你不管要比D組C組 大家都跟你講 那你要比 JET 不然沒有獲勝 比哥 你別真真的實施 對啊我覺得這個改變真的很大 但是 好啦初代的老朋友們 就是 老人家 你還有自信很好 但你這個肚子來 當年 我說了 我說小婦了 你不要一直掐 當年做這件P 他那時候 基本上是 C組的春悟空 阿鬧天宮 他一個人 幹班所有人 每場幹位都是他 後來他現在就變二師兄了 我不知道你要怎麼跟人家比 你真的覺得你會贏嗎 他現在就覺得說 擺冠裡面他要成為真正王者 所以我做這個 王者的獎盃 他就是把歷代的JET有拿過冠軍通通找 決定誰才是王中之王 我就不知道你到底哪來的事情 我就覺得我第一冠 應該是有機會吧 你新冠啊 你也是我們公司第一個的新冠 那 我跟你講 我跟你講沒關係 比賽還是要精彩 你做這個死亡式挑戰 我們願意支持你 但我覺得還是要有點獲勝機率 所以今天我直接跟各位講 比賽 牛承我鞋好了 一方面能夠幫助他 一方面比賽也絕對刺激跟冠軍 來判車評都是我的人 我們比雙重決賽 Rest 1跟Rest 2 Rest 1呢 牌位 送年份牌 年份 2015年就拿冠軍了 不該尊重他嗎 不愛做啊 幹怎麼不愛做 然後啊 怎麼不愛做 然後 我們總共有10名選手嘛 把利劍每年拿冠軍都找來了嘛 一個年份一排 不是一二喔 是一二三 你就有點優勢 啊我們比六圈 你就看能不能賺胖歸胖 但是 看能不能跑遠一點 我跟你講這杯子我帶定了 我就放在公司給你看 跟你膜拜 沒關係啦 算了啦 啊沒有 重點是重點是重點是 那個 我們還是要求公平 Rest 2的時候 我們才逆排位 就是用Rest 1決賽的成績 把他反過來排 比如說你 Rest 1比完你是冠軍 那第二場就從最後面起床 那最後一場 第二場他也是一排一排嗎 當然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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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才刺激啊 對吧 對吧 你這個排位 你一個巴掌好像你會拿冠軍 像你瘋了是不是 你不要掉在後面就很好了啦 好啦那另外其他 九個被拖壞的倒楣鬼 我們等一下去訪問一下 其實我跟妳講每一個都比他強 我不知道他到底進去哪裡了 你不要這樣 他 一一一一一一 為大家介紹 在三鐵界 赫赫有名的選手 武昌勇 是 你知道為什麼他三鐵有名嗎 他第一次去跑三鐵啊 昨天他就上版面了 他身分證弄丟了 死臭臉 沒關係我要問你 因為你是 2016年開始 請JET拿冠軍的嘛 對 那那個時候 其實你算是少數剛開始拿JET比賽了嗎 你有很直接接受這件事穿嗎 因為我本身 之前走大叫做騎機板 對 騎機板轉過 他轉過的時候 他們會覺得這個車子會有什麼 騎起來好早 嗯 他都倒過了 對他傾倒速度很快 太快 就覺得 硬上的騎乏覺得很不習慣 開始一定 每次練每次摔車 對 不好不好 後來就慢慢的去刷到他的感覺 所以其實後來你慢慢抓到感覺就是 你能夠掌握他那個快速騎到 啊就 就 會贏 就那個 差距蠻大的 對啊 贏人家很多 你看一個彎贏了0.1 一個彎就0.1 欸我很少看到有人用這麼客氣的方式 講一下很囂張的事 很囂張的話 對那時候贏官家就 就贏他們蠻多的 沒有 我跟你講因為 今天的賽制對你也有關係 因為你很早就拿冠軍 我們待會第一場比賽的排位啊 趙年笨 我真的喔 15年拿冠軍 伊達排頭位嘛 就第2位 然後我們不要排1230 一排 第一名一排 第2名 然後後面第9名踩到後面 所以你 因為陳伊達我不知道他在囂張什麼 拜託你 交給你 時間進入到2017、2018 陳偉堂跟副衝信 那 時代進步之後 大家對車的觀感會不一樣 可是因為你們兩個那時候算冤家吧 你們2017兩個鬥著一半 對 可是那個時候其實我記得 廠商好像 還是進戰 應該說一半一半 對 你們兩個那時候對Jet的感覺 說實話沒關係 反正師傅又不是我講的 快啊 快 車很快 車很快 很快 其實一開始最大的適應是 後跌 因為我們從菩薩跳回跌上 跳跌上 就差最大 其實很多包含進戰用的比較早以前的車 他可能還是後面滾沙 對 換到那個要失業 對 啊 迴旋性 迴旋性 那時候其實 蠻不習慣的 因為進戰的路線是 化圓 然後Jet 也類似像打O形狀 對 所以 後續習慣這個路線之後 發現Jet的特別好強 因為我記得那時候有個變相 就是 大家在不習慣的時候覺得這個車不會轉換 外班不是 他其實騎的方式不一樣 因為他本身承受得住 因為你包含到現在 尤哥今年 A組也要用 對啊 因為車子本身體質好對 其實他過彎承受得住 可是那時候大家一下子沒有找到感覺 我記得那時候你連椅墊 都還不太適應 對 椅墊不適應 然後一直修一直在修 重複修 他現在講的就是為什麼他那一年 你拿過來 我比較適應了 我以前就騎10吋車過了 所以我比較適應 喔 懂 那可是現在有個問題 就是今天有個胖子啦 就說要挑戰 你們覺得 尊重學長嗎 尊重學長 年度冠軍 不容易 2019代表 說四話 四話 2020 冠軍代表 黃浩 斷腿 不是 今天都不課出席 阿拉去當兵了啦 然後 你看這個造型 多美啊 當你那個廣告出來 這敢摔到不行 而且好長喔 對 什麼好長 高啦 高啦 因為你們兩個是算是唯二有 拍過JET 電視廣告的 殊不知今天都無法出席 一個就是 光榮入伍中 一個腳還沒好 他沒關係 D今天會代替他出賽 你 你是否來直播嗎 對對對 其實我覺得你不比也好 為什麼 你很強 對 但是那個萬一 一個不小心壘纏 然後幹嘛 一輩子都無法起刷的 沒有錯 我絕對不能在今天出賽 不比最大啦 沒錯 所以待會輸出話部分就讓輸送來起來 你的部分待會我們會後再聊 OK 先去準備直播 加油 等一下起跑線 你說 你的代打替身時者是 阿迪阿 王盛齊 阿迪阿 王盛齊也拿很多冠軍啦 他可以 那你去準備 那我要講一下我總共拿幾個冠軍嘛 幾個 100塊裡面我佔了18個冠軍 接近五分之五 我跟你講我們家孫國軍也貢獻不少 不少喔 不少讓大家 Teammaker 讓大家 站上頒獎台的機會 沒錯 他曾經有機會拿他不拿 有國軍才有我們 撐全別人 沒錯 好好好 因為他腿還沒好就靠你了 我 我直接跟你講 我們開放碰撞 開放碰撞不太好吧 你騎美是騎JET版 這樣弄得要命嗎 沒有 不是我跟你講 JET 崛起除了跟三洋本身車座好 持續研發之外還有一個很大的幕後腿手 再跑 洪老闆 這排在這個雅序大道上 這樣椅子排一開始 JET噴射器不是開玩笑的 你上次弄一些阿里媽 就是自信滿 喔那個S 對對對 真的是猛 那重點是 其實這兩年 我必須說 JET車系整個崛起 跟改裝有很大的關係 我們都聽人家講 我直接問你啊 山陽到底 比如說你們開發的意見啊 那些賽場回歸 他們到底有沒有問題 有啊 你們看 像他不是SL 一上來之後就變260 那我們是不是那時候比賽 原本從2226都會加到成260 所以他直接加260 他們怎麼講是他們的事 我問你啊 你才是那個關鍵啊 所以其實他們都他真的有在吸收 他們有在吸收阿 所以你看他的 坐的車其實 他的進步空間其實 越來越小 越來越台底派 以前是說你要不要試試看JET 後來是JET好像比較容易 到現在是 你想贏那你為什麼不騎JET 打不贏他 就要幹嘛 加入他 加入他 中少林為我們見證了什麼叫做 人性的價值 你今天本來是來練A組車嗎 對啊 他為了配合我們 他去借了 那是D組車 D組 王者是這樣 就是他即便D組 因為他們有的都是C組的 哦 沒有在怕 沒打我沒有在怕 但其實真正原因是因為 剛剛他本來A組 他問你可不可以用A組 我說那你要排到後面那邊去 他說那我去借 我還是去借這 嘿嘿 今天開放碰動 所以你 今天開放碰動 可以喔 其實這肉婆很強啦 加油加油加油 加油加油 體力 神經病 注意 聽說 事實的 20 D組 你 你 有 D組 V A組 V A組 T組 C組 E組 C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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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茜 杨茜茜茜 杨茜茜茜茜茜 我們兩個想要先讓冠軍落場 年輕人 其實我本來先看他們兩個 一個第一組王者 那一年你是全勝嗎 沒有啦 幾乎全勝他最後第一組拿王者 你今年也很猛 今年也很猛 定一百貫 結果剛剛發生什麼事 剛剛 不好說 什麼不好說 那個重造點路線很難出貨對不對 對 我覺得是經驗 因為他那個車沒有比較狂 如果比單圈壞已經出貨 你看他們 老選手有貨 可是你知道我欣賞他們 他笑不出來 他覺得他應該要過 這樣才會進步啊 可以啦 你們只好參賽資格耶 有的沒有參賽資格 可以啦 這真的是魚性節目娛樂節目 好但是 我跟你講今天不管四五六名通常沒有獎品 也沒有積分 我們就是只有一個冠軍王者 剛剛有看到我們獎盃嗎 有 想要 下次 我們下次再說 150度中分 對啊 我本來想說找個140級的來頒獎一定很好笑 好啦下次再加油 好好好 他們還是很猛 只是因為前面老前輩太那個 好 幹掉那些牛尾蛇城 王者 可以的高層 3 2 1 好來再一張換個四次 3 2 1 OK 謝謝 實至名歸 實至名歸 我再次跟你強調這次講悲話的中間製作 但 有一件事要跟大家介紹 來你看著你 2015-2023 王者 八年 他一開始問我說 那你前台的選手 你要不要另外再搬個獎 說不用 王者只有一個 一百萬里面對 就是一個 最欠一位 而且表示這八年來就是你最猛 欸 對對對 不要管華奧怎麼樣 他腳裝上他家的事情 對不對 剛剛你就亂腳痛 你說也是一樣 對一樣意思 結果論 這個王者 他真的猛 那個第二場逆排位 他從最後起跑 你第二圈 他就追到了 第一名 扯爆 好沒關係沒關係 這個很好 你今天還會持續參賽嗎 會會會 你現在跑哪幾組 超C 超C 然後應該參加A組 這段可能來不及 就看狀況嘛 好好 三陽我們又交給你了 恭喜你今天獲得這個獎盃 以及全新的 JetSLH 哎呀 謝謝高城 不要下班好嗎 沒有再怕 沒有再怕 來來來來 工商時間開始 因為今天是 我跟你講啦 一開始易達說什麼 這100個裡面 應該他看起來是很猛 那 他就說 那不然你搞大一點 就趁著今天 因為其實我們本來就是要來排這台車 百貫特斯 這叫 正式名稱叫什麼 JetSL百貫特斯 對 他就今天搶先曝光給大家 反正影片剪完 我們都剪很久了 所以剪完了就上市了 今天直播都不能曝光 你直接介紹他 他要改什麼 他 換湯不換鑰匙 換貼紙 因為我們前陣子才上了JetSL TCS 那大家升級應該大家都知道說 ABS升級成10.3以外 對 就剎車距離有縮短 對 那在GCS 即使在一般路上 或是在比賽場上 其實都是很好用的配備 那我們就以這台車為基底 再推出了 外觀不一樣的 百貫特斯 他很怕他講都改了什麼 對 ECU有變嗎 ECU有變 從四代變六代 沒有啦 其實這個就是很有趣的是 他們之前才剛改完 就是TCS版本 那現在新的 不小心要拿100貫的 怎麼辦 就換個圖 這個有限量嗎 這個限量1000台 不改了怎麼 就Chumpin 對 有加一些方格型 然後以紅白黑三個 SY的元素去做設計 大家就是喜歡這種帥氣的元素 沒錯 那這個車什麼時候上市 這個車的話 還在談 還在談 你有沒有特別要跟大家分享什麼 因為老實說啊 這個很卑鄙 我等一下要去問一下 其實他沒有拿過冠軍 有啦 世奈冠軍 然後他為什麼剛剛在場上 因為他早上跟我說 董事長覺得這個企劃很有趣很棒 他希望我們山羊場隊的成員 也可以來成員 你說誰 來 來 你確定他有講 欸 我 我等一下打給當欸 我問有沒有這件事情 你不要 廢話 你不要等一下 蛤 我記得事情嗎 他根本不知道今天章話有比賽 他知道 他知道 那我今天一來也是要 親自去 顧這個場 那在場上顧 那是最直接的 發生什麼事 我可以第一時間處理 對啊 所以是工作啦 那你等一下這邊結束你會練車嗎 呃 夾公祭司 夾公祭司 好啦那個 恭喜你們100冠 那這個 到時候大家有興趣 新車照片 我們不會再做介紹了 因為它都一樣啊 這就是新的主動 對 交給大家了 好啦 最後一件事情 阿你可以先休息 來陳怡打 陳怡打 我跟你講其實你剛剛啊 我跟你講 他今天表現出乎我意料 你快過來一點 你快過來一點 你要 我是男上加男 這什麼你知道嗎 太陽好大 你去那邊有太陽天方 你今天表現很好 我沒想到你可以堅持那麼久 因為 因為老實講 我今天本來想叫他保護要比 蛤 你有說過嗎 你昨天早上 昨天早上出門的時候 是不是去壓到碎玻璃輪胎破氣 那漏氣 對 破胎 開高速公路的石頭 打到玻璃上裂開 對 今天早上啊 我來的路上 今天沒事嘛 對 然後我來的路上啊 我手機跳出動態回覆 九年前 靠北 你在那個彎 所以你剛跑 然後那個圖上說我多緊張嗎 所以一切都是一個殺害啊 就是有徵兆的啊 你不管他 你說白了 你不要逼啊 我就是為了那個 我才去練土路的 你不知道嗎 廢物理有什麼特別多 你剛剛跑到上面去欸 你有沒有想到那個時候的事情 我沒有想到 因為我想說我前面打滑 我們所有人都想到 因為你上場前除了你以外 所有人都知道 蛤 我給他們看我說不要跟你講 他影響你啊 廢話 我想說這樣之後 全場唯一真預言家 結果 我還好你沒有倒了 而且你剛剛啊 剛剛有一個人啊 叫孫國軍啊 他下來 他下來的時候 你是不是剛剛說他跑得不錯 你知道我同意他說 快要騎我了 他去越野 我怎麼不是越野車啊 不要嚇我啊 那是我車 好啦好啦 不錯啦 但是你有想要再籃棋比賽的念頭 我真的沒有空 但我覺得比賽很開心 很開心 好玩 好玩 今年試耐 對不對 我先不要 好啦 大概就這樣啊 那 出罐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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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ampagne zero 跟可可可可樂 ZERO一樣 零罐 但我希望 在我們慶祝200罐的時候 你剛剛很驕傲的告訴大家 你延續下 不 你 你你你你你你你繼承這個榮光 200罐是你拿的 150罐就知道我拿了 不可能 為什麼不可能 這兩站沒有蘇克達比賽嗎 你七月才有比賽 七月啊七月去了 下一站有蘇克達比賽 好低組喔 對啊 對啊 講那個不可能達成的 我希望在200罐的時候 你能多贊一些 好不好 不然明明看你就改做零套 ZERO 好不好 champagne zero 不好不好 好啦加油啦 那就相信啦 掰掰 有接到 有接到 比賽啊 練車啊 分廣步 這樣子 你看 我正開車來把車站上去 你在那邊假裝 你車我在後面賣力的指揮 完美的指揮 就是這樣子 合光合作真的很棒 他剛剛有指揮嗎 嘿嘿嘿 好癢喔 聞著好拖喔 沒有啊 我剛剛看他在搜尋的時候 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情 因為我們上次 就是你說 瘋狂到日月戰之後啊 喔 其實有網友有貼我們以前 測試Jet S 然後我就想到 你看Jet從 S S 到 SL 他每次進化啊 你就會覺得 車差不多 真的慢慢的慢慢的 車越來越好騎 這點真的蠻厲害的 啊這些 這些其實 我才講更早以前 其實你嚴格來說 Jet的第一個關鍵的是 什麼 那算 阿西北上 因為長古故論 那個時候他最好騎 Jet Power Jet Power 但是因為他兩個不同世代嘛 早期 Jet 車系 我們講Jet Power的車系 它是一個 充足小鋼炮 對 可是後來大家知道說 我要性能 我要超過性能 所以推Jet 今天我們都講賽道上了 可是其實 你真的回去想 以前誰會覺得 三陽的車運動性能 會好 可是你現在運動性能 全部選三陽 我覺得他們是有不斷在進步的 而且他們的開發 老實講 我去過他們公司 跟研發部聊過幾十年 那些人真的很有趣 你跟他們講 有時候你隨口提到 你覺得怎麼樣 可能可以更好 超嚴重 超認真問題 你說的是什麼意思 怎麼應該 我記得在三菱科技 那時候上的時候 就是Jet吧 那一次壓力很大耶 你那個車子試玩 旁邊一堆拿筆記在等你 你覺得怎麼樣 這麼誇張嗎 真的 真的啊 然後 那時候國軍還沒來嗎 那時候反正試玩 我就覺得 真的會改嗎 結果那時候後來 通信 其實都死了 他們的車是真的有在進步 所以 我覺得好啦 就是 台灣車場因為這樣做是好事 雖然也會產生一些 有莫名的資訊 那是車子帶給我的自信 真的還要帶跑 對啊 而且他們 我都覺得他們在偷雞摸摸 就是 上班不好好上班 就是整天在那邊 搞賽車 但是 誒說真的你們也發也會跟你們討論 就是 應該說你們 你們 比賽裡面 完全有 各個部門的 基本上 除了我跟另外一位 路單位 不管其他都是很大 我看很好啊 這個會是會共同的 然後剛好是 不同的專精的 比如說懸吊煞車的 然後設計 然後設計 寫電腦的 還有 顧著整台車的設計 他要把每個部門的設計 合為一台車 其實都在這個單位 都在這個賽車的小組 就是可以服務正業就對了 我們希望可以把這件事變成正業 好 所以以後三養會有賽車部門 我希望 我蚊子差一托我受不了 你趕快上車 他就是在旁邊做做樣子 然後就是他有幫忙 拜拜